各位姐姐们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 乘风2024的第一次排名发布 落败的四团当中 个人乘风值排名末二的姐姐 将会遗憾地暂别舞台 乘风2024第一次公演 开启的是同阵型EV1对决赛 四人团热恋情结 发如雪 恭喜陈丽军团获胜 4月26日浪姐舞一公舞台正式开播 事实证明 这一季的舞台确实很内卷 一公上半场的五个舞台质量都很高 舞台和真人秀的搭配 也回到了第一季熟悉的感觉 给这一季节目开了一个好头 在这方面 一公是同阵型对抗赛 三十五位姐姐分成了八个小组 上半场的两组对决是四人阵型和六人阵型 陈丽军 夏鼎鼎 柳妍和陈浩宇率先登场 合作了周杰伦的发如雪 在本季华丽的超大舞台的加持下 这一版发如雪堪称完美 播出上一季最初圈的《花海》 正如刘欣说的那样 经典舞台诞生了 跨界参赛的陈丽军秀了戏枪和舞剑 能帅气也能揉美 是整个舞台的核心 萨鼎鼎的唱功永远值得相信 开口贵已经说烦了 柳妍的沃口虽然有瑕疵 但展现的国风韵味最足 陈浩宇表现得很稳定 但可惜没有出舞台经验 此外 陈丽军组也进行设计了拉票环节 柳妍和萨鼎鼎展现了刚学的戏曲唱腔 全员趣味改编了湖南花鼓戏《刘海坎桥》 在我大概读小百花班快毕业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同时生病了 住院 然后要签病位通知书 然后我姐姐签了很多很多张 因为两个人嘛 然后她签不下去了 她手都抖了 然后最后几张是我签的 我那一个瞬间 我就感觉到 就好像来日不方长 就我怕来不及 对他们好 但是我又觉得很愧疚 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忙 我想起来我就是觉得 愧疚 大家在这个环节都很放得开 并没有扭扭捏捏放不开 为了赢补蝶面 齐薇 蔡文静 谢金燕 和泰国姐姐麦合作了热恋情节 这一组被公认是义工的高颜值组 所以不少网友也调侃队长齐薇 吃得真好 不得不说 齐薇选择重新大改方案是正确的 舞台张力拉满了 叶然就是一个很成的女团 我从不害怕你呢 我跟他们比对 因为我相信我们时尚都会匹配 像一小子 小人的情节 夜色多美 别浪费 邀请你一起晚风里沉醉 晚风里沉醉 晚风里沉醉 晚上下的夜夜 像你我暧昧 我 他明天有公演 那该缺得去啊 对啊 要去要去 该缺得去啊 对 让医生给看一下 这个 有点严重 你干什么吗 因为那个脚真的肿到宿舍所有的人都 说不行你这个不行你一定要去看 啊 我想跟你们都在一起了 金威曾说自己听到一首歌 大概就知道自己该选哪些姐姐这个说法 如今看来并不假 她对于舞台很有想法 金威的rap比小考试好太多 谢金燕撑起了这一组的vocal水平 自带喜感的蔡文静表现超出预期 而身为颜值担当的麦 确实站在那里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三阵型最终的对决结果是陈黎君组的发如雪胜出 而且这一组也拿到了一公的最高分 至于高于加了20分的和解组 抛开舞台质量确实好之外 陈黎君的人气令人佩服 六人阵型的对决是和解组和尚文杰组 而且都是典型的女团风的唱跳舞台 一公刚录制完毕时就被公认是强强对决 如今正片开播却是没让观众失望 和解 韩雪 万尼达 雅米 周扬青和孙夏琳合作了浪杰舞 的第一首原创曲目《六边星雪花》 歌名虽然奇奇怪怪 但副歌部分的旋律还是比较洗脑的 搭配上舞台和伴舞 和解组的这个舞台确实堪称是演唱会级别 和解力量感十足 雅米的零舞从不让人失望 万尼达 周扬青和孙夏琳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但是基础更差的韩雪有点拖后腿 动作的力度显然不如其他舞人 有点软绵绵的感觉 尚文姐 朱丹 蔡时云 李佳格 杨敬华和李希瑞 合作了蔡依林的热冬 他们自称是业余唱跳组 但其实最终呈现的效果很专业 全员实现了突破 尚文姐真的从电子唱作人成了电子唱跳人 朱丹唱跳起来完全令人忘记了他的主持人身份 蔡时云 杨敬华也都展现了不同于之前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国民度和人气并不算高的李佳格 在热冬中格外吸睛 不仅造型最佳 而且沙哑的音色居然意外适配这首歌 李希瑞加盟浪捷舞这件事 背后应该是有故事的 因为他参加自剑通道的时间 本就晚于节目组的报名时间 而且中午报名后 下午就出现在了长沙街场 要么是替补 要么是早就被确定的人员 发声自剑只是和节目组联合吵热度而已 有所谓的知情人士爆料称 李希瑞是代替临时退赛的马来西亚歌手王雪晶 虽然他也是自见过的 但是为了某个电影推了浪捷舞 无论李希瑞是如何加盟的浪捷舞 他目前已经结束了这趟乘风之旅 一公和Ms韩依影一起遭遇了一轮游 能唱能跳而且有着腿筋称号的他 确实有点可惜了 六人阵型对决的结果是尚文杰组胜出 但和节组凭借赛典秀上演了大逆袭 和节和尚文杰两位队长在赛典秀中合唱了周杰伦张慧妹的《不该》 两大超女的强强对决被观众们力赞使先品 尚文杰比赛时就是靠慢歌夺冠 和节出道后改变唱法专攻琴歌 他俩的这次对决确实不分伯仲 和节之所以能胜出大概是因为感情更充沛吧 而尚文杰则显得略为平淡了 综少所述一公上半场的五个舞台质量全都可圈可点 而一公的成败对整季节目的热度至关重要 目前看来节目组做到了